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说一说西红柿的妙用 其实西红柿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茄红素 茄红素对于女性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还有男性的前列腺癌的辅助治疗 都能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因为它的茄红素具有抗衰老抗氧化的作用 也有人就问到说 那你说这个茄红素 有人说了它炒着吃油越大 这个茄红素吸收越好 也有的人说必须熟了之后 做成西红柿酱 这个茄红素才能充分的得到吸收 其实告诉大家 这个茄红素不管你怎么吃 它在促进人体健康方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你要通过口腔的咀嚼 口腔的咀嚼 温度是会发生变化的 那么除此之外 我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实验 现在大家就可以做 你拿来西红柿 我们试着你去剥一下西红柿皮 剥完这个皮的时候 你切一半西红柿啊 放在你的手里 你使劲的搓一搓 你看一下你的手的皮肤 很快 你马上就能够看到它变白了 这是什么作用 所以西红柿它具有美白抗衰老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把西红柿 比如说我们在做西红柿酱的时候 我们不要拿铁锅 因为铁锅呢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过去叫钢中锅 也就是铝锅 你用这个铝锅熬完这个西红柿之后 你把它倒出来 你看西红柿熬过的这个部分 这个锅非常的干净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剥下来的西红柿皮 去清洗我们的一些锅盖 能够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 第二个方面呢 它还能够治疗皮肤病 这个治疗皮肤病呢 是我大量的在临床使用 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基层抑诊的时候 老百姓很多人呢都有 真菌感染的什么呀 脚气 这个脚气呢 我把这个西红柿呢 给它把籽去掉 然后把皮剥了以后把它剁碎 剁碎之后 敷在它的 我们是什么地方 就是脚气很严重的地方 我们给它敷上之后 感觉到很凉爽 而且它的痒和疼 迅速的就得到了缓解 所以说西红柿用来治疗 真菌性感染的皮肤病 是我观察过的啊 我希望大家呢 也不妨去试一试 比如说有脚气的 或者是你有一些 真菌感染的皮肤病的 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